Rail Shooter 又來和大家見面了 最近大家都去了很多地方拍風景照 可能是天氣情侶的關係 但是我都不倒閉 去了幾個地方拍鐵路和日落照 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就是觀塘站的天橋 對於鐵路迷來說應該不會太陌生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在七月的中後期 如果天氣晴朗的話 那裏其實有一個很美的晚霞可以拍的 看到網上的相片之後 我都立即去那個地方體驗一下 那天到的時候 雖然是傍晚六點半 但是已經有不少的攝影發燒友 準備就緒 有很多Jip大炮對著夕陽 準備發射 大家雖然要等待差不多一個小時 但是拍攝最精彩的植陽 只需要15分鐘 相等於你用一次MTR Free Wi-Fi 的時間 對我來說最精彩的不是植陽 雖然 對我來說最精彩的就是晚霞 如果你看了我的IG 你就會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究竟這個地方怎麼去呢 讓我教大家 首先最重要是觀塘站下車 然後去D2出口 旁邊會有兩部升降機前往拍攝的位置 傍晚時間因為下班的關係 很多人會排隊 所以記得要預足時間 片段結束之前 不如將一些精彩的片段 放送給大家 下次再見 高朝視頻 可以進去 真的嗎 就能夠追求 頂一下 便可以進去 記得 幫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